一年一度的小镇艺术节 今年在鱼池乡来举评 为此日前在水色码头 办理宣传记者会 除了带来精彩的悲人外 也宣告今年小镇艺术节 将在12月3号到5号正式登场 今年的小镇艺术节 我们非常荣幸 跟南楼县鱼池乡捷远 在水色码头 办理这个 算是张美馆的一个 年度的一个品牌活动 在这边首先要谢谢南楼县政府 特别是相公所这边大力的支持 还有在地各位在这边的 包括社区发展协会 跟这些乡亲的乡庭 让这个活动可以 这样轰轰烈烈的一个展开 那我们今年的一个活动 是改变之前办理的一个方式 浓缩成在一个礼拜的一个假日 两天半的时间办理完毕 于是相公所观光客长也表示 今年的活动非常精彩 有采接有市集 也有许多艺文团体的表演 欢迎大家来鱼池箱旅游 我们今年小镇艺术节 我们就是在公所的部分 我们激起争取 彰化生活美学馆 到我们鱼池箱来办理 那我们就是除了今天的记者会之外 我们12月3号 在我们鱼池街道的部分 有一个采接活动 那12月4号5号的部分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市集 那在我们还有青龙 还有就是科技展演 在12月4号晚上6点 我们在这边有无人机 跟烟火的演出 欢迎大家在12月3号 4号5号来鱼池箱 体验我们的小镇之美 先议员王秋淑表示 相当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小镇艺术节即将来临 欢迎游客前来共襄盛举 在彰化生活美学馆 来在我们鱼池箱 水色家来办理小镇艺术节 来结合在地文化 以及农特产 以及我们的艺术活动 来结合 来炒作我们鱼池箱的 一些老人的地方 让我们的乡亲 让我们的游客 可以来我们这儿铁头 来这儿看老人 可以来我们这儿农特产 来我们这儿担当地 这次的艺术节活动 有烟火秀 无人机表演 更有许多艺文团体 带来精彩的演出 欢迎大家12月3号到5号 前来与池箱游玩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道